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实际上也看到我们的Web 3.0确实可以提供很多Web 2.0所具有的新的特性以及新的应用 所以说我们肯定坚信它是有用的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我们Web 3.0的用户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地缓慢 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已有的互联网上面的Web 2.0的服务 我们Web 3.0现在这些服务所拥有的用户数可以说是少得非常地可怜 那么Web 3.0现在的这个用户发展如此地缓慢 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的 对吧 那么站在我们Maxa的角度呢 我们总结了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的Web 3.0必须要具有Must-Hives 但是呢目前又在我们的这个Web 3.0里面缺失的东西 那么站在我们的角度呢 我们主要找了这三个最重要的Must-Hives 第一个叫做可信的匿名性 Gradible Anonymity 那这个提起来呢有一点矛盾 既要可信又要匿名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比特币它的账户是匿名的 但是呢它可以保护用户的隐私 但是呢它是不可信的 比如说我们的银行账户它是实名认证的 所以说它是可信的 但是我们认为在Web 3.0里面 我们必须要求一种所谓的可信匿名性 那么只有有了这种可信匿名性 我们既可以保护用户的隐私 又可以为用户去建立信任 那么使得在我们的这个Web 3.0 这样的整个生态里面 可以去勘展 开展更多的这个应用以及活动 那么第二个Must-Hives 第二个Must-Hives 就是必须要具备的要素 但是目前是缺失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Web 3.0的账户 我们必须要确保它是人类在使用 而不是AI 目前我们Chat GPT这样的大模型 然后生成是AI的技术 让我们看见这个AI真正是非常powerful 所以说我们相信有一天 AI一定可以发展到 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当中 可以控制我们的方方面面 那么它去创造这样的账户 那么也就是非常的容易的 去控制这样的账户 也是非常容易的 如果我们无法分辨 每一个账户后面到底是AI 还是真正的人类 那么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 就一定会被受到影响会受到阻碍 那么第三个Master Hive 但是目前缺失的就是 我们认为就是对Web 3.0来说 一种统一的去中心化的一个入口 这个是讲的就是用户的友好度 目前我们Web 3.0的一些入口 用户入口它都是不友好的 但是我们认为一个用户友好的 安全的去中心化的平台 可以使得对技术非常熟悉的 或者说对技术一点也不熟悉的 普通用户都能够很方便地去接入Web 3.0 或者Web 2.0的用户的这样的一个入口 是必须的 那么为了实现这三个Master Hive 我们就为整个3.0建造了这样的一个 ASN这样的一个平台 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呢 我们实现了1P1A 也就是移用户 移账户这样的一种技术 然后它可以使得我们每一个普通用户 它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 只有一个经过验证的账户 如果它在这个账户的这个 使用这个账户的话 它就可以在整个Web 3.0里面 去构建自己的信任 那么通过1P1A呢 我们每一个用户呢 它可以去获得自己的信任 在整个数字世界里面 于是呢它可以去防止很多 比如说账户的欺诈 恶意虚假账户的出现等等攻击 那么通过1P1A呢 我们的用户呢 它也可以自主地去接入Web 2.0 或者Web 3.0的应用 然后可以很方便地去控制 它的数字资产 数字身份 以及它的在整个数字世界里面的信用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呢 我们借鉴了一些技术 sorry 不是借鉴 我们使用了一些技术 当然我们也想改进一些技术 所以说这里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背景 这些技术呢是已经存在的 是我们想去改进的 其中一些是我们想去改进的 其中一些是我们的技术构建 第一个我介绍的是这个FIDO FIDO是一个工业标准 现在著名的厂商有华为 以及微软在主推 它是一种这个无密码登录 它通过这个生物信息 在本地做认证 然后呢可以在本地管理 诗要然后在一个称为FIDO服务器的上面 管理工钥的方式 可以做到无密码登录 然后也是一种单点登录 也就是通过一个登录的这个方式 可以登录很多应用 一个登录账号登录很多应用 OK 然后呢它同时呢实际上也是 把你的这个生物信息 和你的这个密钥进行了一个绑定 然后呢是DID 也就是去中心化标识符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那么我再辞职想提一下 就是说现在的去中心化标识符 它是一种自主的身份 可以由用户自己构建 刺激壮造 可验证的身份 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它没有被设计为一种 可以登录其他Web 3.0 或者Web 2.0应用的这个入口方式 另外呢就是它是静态的 无法编程的 然后区块链账户 大家也就更加熟悉 那么我也只是想提一下 当前区块链账户的一些缺点 主要是现在的区块链账户呢 是缺乏信任的 因为匿名性 然后呢就是 吃药的管理是非常的麻烦 并且呢这个账户也不去 门探你的这个个人信息 最后就是说 每一个区块链都有自己的一套账户系统 如果你在每个区块链上都有资产 那么至少来说 你在每个区块链上需要一个账户 于是呢你就要同时管理很多个区块链账户 然后就是区块链的这个钱包 那是用来管理我们区块链账户的软件 那么现在我们钱包为了增强用户体验 已经来到了这个NPC钱包 智能合约SC钱包的阶段 那么这些新的钱包的出现呢 主要是用来提高用户体验 比如说提供更多的钱包逻辑 以及提供更多的安全性保证 比如说当这个密钥丢失的时候呢 可以提供一些密钥找回的方法 那么最后来到我们的这个产品 我们的这个平台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Account Service Network ASN 那么简单来说呢 它是一个乘二的基础设施 然后主要是用来承载我们的这个 1P1A这个技术的 那么1P1A呢 是通过我们Feed和零次证明的结合来实现的 然后我们拥有和Web 2.0 非常靠近的一个用户友好度 那这个是通过我们的Feed刚刚已经提过 以及账户抽象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乘二的网络上面实现 采用4337实现的账户抽象 来提供Feed加账户抽象 来提供一个和Web 2.0相媲美的用户友好度 然后它的去中心化和安全性 是由我们乘二的区块链 以及在这个乘二的区块链上面 实现的这个MPC门线签名来保证的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是用户友好的 我们的用户友好呢是通过我们提供给开发者一个open API 如果你是一个应用的API 你如果采用我们的 如果你是一个开发者 如果你采用我们的这个ASN为你的应用作为接入入口的话 你不需要去重复造轮子 你只需要用我们这个就可以做到单点接入 然后我再多说一句我们的1P1A 也就是我们的一用户一账户这个技术 那我们这个技术呢 首先我们是通过Feed加上支持Feed的一些移动端设备 比如说一些手机 华为的手机 联想的笔记本电脑 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华为手机和联想的笔记本电脑变成一个钱包 然后就可以非常用户友好的登录到我们的ASN网络 然后呢我们的ASN网络它可以控制你在其他区块链上 或者在其他DAPP里面的地址或者叫账户 然后去接入他们 那么我们首先Feed会做一个生物认证 然后认证的结果会生成一个零字证明 然后这个零字证明呢 就会一起发到我们的ASN里面验证并存储下来 那么这样呢就提供了一种可信的匿名性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是我知道这后面有一个具体的人 他不是一个虚拟的 他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并且你的生物认证信息是唯一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指纹 你的指纹是唯一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指纹做了加密 并且计算哈希之后 也要发到我们的ASN里面存起来 当你下一次登录的时候 我们会做匹配 如果你的生物认证信息和它的哈希 和你现在做登录的时候 生物认证信息的哈希匹配上 我们就知道你是曾经注册过的 OK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技术的一个宏观的介绍 那么这个是我们整个ASN的一些特性 那我这里就不多说 那么左边是我们在我们ASN上面 这个我们一个用户账户的一个结构 然后那边是我们的一个系统框图 我们的这个系统架构框图 系统架构呢就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移动端 移动端呢要么就是手机 要么就是笔记本 通过FIDO把它变成一个钱包 里面是在FIDO的标准下面 有FIDO的这个client 有这个FIDO的这个验证器 对你的指纹做验证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ASN 我们ASN是一个乘二的区块链 然后呢它有区块链节点 区块链节点呢主要完成三大功能 一个是它实现了一个去中心化的FIDO server 然后呢还有就是它实现了我们的4337账户抽象 最后就是它要完成 对用户发过来交易 进行MPC门线签名 然后最后再发到其他的主链 或者其他的这个Web3的一些DAPP上面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操作的一个逻辑的流途 这个是账户注册 这个是向一些其他的主链发交易 那个这个是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呢有来自高校的教授 博士以及IEEE Fellow 然后也有一些资深的 在Web3领域的从业人员 以及区块链开发者 那这个是我们技术的发展的一个历史 实际上我们技术可以回溯到2018年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就提出了所谓的身份镜像 这样的一种身份认证技术 隐私的身份认证技术 然后曾经用在一个供链上面 然后自此以后呢 我们一直在对这个技术做迭代 做研发 ASN是我们目前最新的版本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计划 我们目前已经基本上完成了POC的开发 那么我们计划接下来呢 在今年Q3 我们要弄起我们的测试网 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这个PPT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1P1A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一定会有人会去做的 就算是我们不做 也有别人会做 但是呢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如果你对我们这个项目感到兴趣呢 请联系我们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demo 麻烦请帮我们放一下 谢谢 这个是首先通过我们这个FIDO 开始在我们的ASN上面 注册自己的账户 那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 就是带指纹认证的这个Key 那这样就可以看到 在我们X2的这个 X2区块链的标准器上面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账户 创造交易 在我们的X2的链上 创造了你自己的交易 那你自己的账户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向其他主链 发送一笔交易 比如说我们像以太坊的测试链 转移笔以太坊 Ether和以太 那么你填的是你的 以太坊上你的那个目标地址 你要转过去 但是你通过的是 我们X2链上的账户 然后我们这边通过X2的节点 进行一个门线签名 然后生成这笔交易 然后把这个交易 完全转发给 X1的以太坊测试链 然后实现这笔交易 然后对X1的区块链来说 它是完全无感知的 你操作的是一个EOA账户 它完全不知道 这个X2的链的存在 OK 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presentation 谢谢大家 谢谢项目方的介绍 现场的嘉宾朋友们 有什么提问吗 针对这个项目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